那有了刚刚呢这个椭圆跟这个离心律的概念以后呢 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科普勒第一定律 那我们再仔细看一次 什么叫科普勒第一定律 他说行星在以太阳为焦点的椭圆轨道上运行 那这个行星在以太阳为焦点的椭圆轨道上运行 这一句话当然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行星的轨道并不是一个圆而是椭圆 那我们刚刚也讲到这个圆其实是椭圆的特例 那行星的轨道是椭圆 而太阳也不在正中间 太阳在其中一个焦点 好所以这就要有两个重点 就是行星的轨道是一个椭圆 而太阳是在怎么样 在这个椭圆的一个其中一个焦点上 而不是在正中间 好那这个当初呢 这个我们现在把这个九大行星的离心率 包括哈雷彗星呢 我们都把它列出来 好你看像水星呢 0.206金星0.0068这个离心率 地球是0.0167 各位你还记得我们刚讲到吗 这个离心率越小 表示这个椭圆呢 它越接近圆 所以像地球的离心率只有0.0167 这个值其实怎么样 其实非常非常的这个小 所以这个地球的轨道呢 其实接近一个圆 好那你看像哈雷彗星 哈雷彗星呢 这个从小到大呢 以前在国小国中 看到这个哈雷彗星的时候 哈雷彗星都画得很扁 对不对 果然它的离心率呢 0.96非常接近怎么样 非常接近1 那椭圆的离心率的话 它会怎么样 它最多最多最多 这个不会怎么样 不会超过1 1是这个趋近无限大极限的状况 那0.96这个其实已经是非常接近1 非常非常非常便的 一个椭圆 好那当然这里有个小小的问题了 好那科普勒 为什么会算出这个椭圆轨道呢 像地球的轨道 离心率非常的小 很接近圆 那你怎么知道它是椭圆而不是误差呢 好关键在于当初科普勒 他其实并没有每颗星球都算 好他只挑一颗算 好哪一颗呢 你说老师我知道了 好我们就挑离心率最大的 算哈雷彗星 这个不对 这个不符合这个历史 因为在科普勒的年代 还没有这个正式怎么样 正式发现哈雷彗星 哈雷的年代呢 比科普勒还要再怎么样 还要再久远 还要再怎么样 再比我们离得更近 这科普勒 应该离我们比较怎么样 比较远 好这个哈雷离我们比较近 好那算哪一颗呢 老师我知道了 算这个明王星 也不对 在当时候呢 并没有还没有发现 天王星海王星明王星 这三颗星球 老师我知道了 算水星 因为水星的离心率呢 也蛮大的 也不对 因为水星非常靠近太阳 它的观测资料 非常非常的少 好那这个谜底呢 几乎终于要揭晓了 那科普勒到底是算哪一颗星球呢 他算的是什么 他算的是火星 因为当时候呢 他老师留给他的资料里面呢 火星的这个观测资料非常的多 那火星刚好是剩下的这 他看得到了几颗星球 而且有比较多观测资料里面 离心率比较大的一个 好 那当初呢 科普勒用一个圆轨道呢 去计算它 可是怎么算 数据都不太吻合 好 那科学家呢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这个放开自己的心胸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先入为主的说 哦 这就是圆 好 那你算出来数据 如果不对怎么办 好 那你可能会去修改你的数据 点点点点点 好 可是科普勒就想 那会不会有其他状况呢 那会不会是一个椭圆呢 好 那科普勒当初用一个椭圆轨道 去描述火星的时候 发现哇 数据非常的吻合 非常的吻合 如果当初呢 科普勒选金星的话 0.0068 哇 这已经很接近 这个零了 那科普勒的观测数据 当然可能存在有某种误差 所以科普勒呢 这个非常非常的 这个幸运 这个老天爷 总是会保佑善良的人 他刚好挑火星算 而火星刚好也是 他当时候呢 这个观测数据里面 离心率比较大的一颗星球 那这个历史上的故事呢 科学史上的故事呢 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谢谢观测数据里面